工地裡幾名工人扭打成一團 有人在一旁勸架 也有人一起參與戰局 上工作要助陣 更有人拿手機錄影看好戲 一群人蜂擁而上 你一拳我一拳打得亂七八糟 拳頭往頭上死命打 其他工人努力制止 高樓層工地打群架 沒有護欄到處撲弩鋼筋 恐怕引發公安危機 他好像已經不是第一次的招 我覺得他們管理階層 應該要好好的重新整頓一下 這如果鬧出人命了該怎麼辦 新竹寶山台積電寶山廠工地 上個月才發生兩起 外包廠商打群架 近日又傳出工地大亂鬥 畫面流傳在網路上 就有網友嘲諷 這是太冷在暖身嗎 但對於這起打架事件 警方並沒有收到報案 最了解這批工人 上週四才因為口角打過一次架 沒想到才幾天 雙方再次爆發衝突 一台積電過去做法 工人發生打架 除了參與者立刻開除 情節嚴重 還可能會被進攻幾個禮拜 甚至幾個月 甚至永不錄用 工人一言不合就打群架 除了個人恐面臨懲處 也大大影響外界對於台積電觀感 記者何孟謙李廷熙新竹採訪報導 總結束 部份 全部都打架 這首個禮拜